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你们好 我是 我叫Janny 我中文名叫梁明霄 我是七年级来的 就是在中国小学毕业以后 就直接来到这边上七年级 然后是住宿的 因为它是一个住宿学校 并且是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环境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可能会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经历吧 但是也因为我原来就是小学住的也是这种住宿学校 所以对我来说会好一些 但是可能会对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住宿过的人是会有挑战性的 温宁博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对比中国像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话 这边就是那种很安静的生活 然后温宁博也是冬天会非常冷 所以您如果是从南方来的话可能会一开始有点不太适应 但是总体来说温宁博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宜人生活的地方 这边上学的话其实跟中国相比就不太适应 会特别难一天差不多也就只有四五节课吧 然后课程上高中会稍微难一点 但是初中以下都是还挺是其实比较轻松的 然后早晨差不多八点半来上学中午十二点吃饭 然后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 对 BH就是有很多朋友啊 然后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 然后因为这边学业负担就是初中以下还不是那么重 所以你可以有机会交到很多好朋友 对 来BH的话如果住宿的话可能要先就是先适应一段时间 但是后面其实都挺好的老师会帮助你 特别是高中以后有AP课程比较难的课程 老师都会帮助你会给予你很大的 就是会给你很多的那个motivation 然后你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BH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 谢谢你很重点 谢谢你 谢谢